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 勃根蒂對上印度斯坦的一個對決 那這位印度斯坦的選手 是非常厲害的一位玩家 雖然我跟他不熟 但很多大賽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再來是對面是比較知名的玩家 是Dotter Dotter他是20年前 約16歲的時候 就拿過一對一的比賽單挑的勝利 然後賺到200塊美金的一個經歷 那從2002年到現在 2022年依舊活躍在各種的世界大賽裡面 還有各種比賽賽事儀 都有出現過Dotter的身影 這位選手算是CD國一個標誌性的玩家 所以他的實力也算是不容忽視的 那之前這幾天啊 他跟Hela也打了大概20級長波吧 我根本是看繞花兔了 我大部分都有看 但是由於賽事的關係 比較盡量少播一點 如果大家想要看賽事比賽的話 歡迎留言再跟我說 我會盡量再去播一些賽事比賽 那我們還是盡量以天梯對戰為主 但是這張圖呢 也不是天梯圖喔 這張圖是比賽圖 來試下水溫看 大家對比賽地圖的類型 接受度高不高 好 那我們正式開始講解這場比賽吧 那Dotter的話 這邊的果樹比較危險喔 因為在正面的位置 而且還是一個高地喔 這裡有高地 如果被插塔 或是被小公站毛騷擾的話 這邊果樹是非常難採的 而且這裡會面臨低打高的一個窘境 最好的方式就是趕快把這個高地 直接圍過去喔 圍大一點 圍起來 但這邊果樹就會被騷擾 那被騷擾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也比較好防守一點 那這張圖因為不是天梯圖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地上有很多這種高地地有沒有 各種隆起 還有這種超高的 還有一些駱駝啊 之類的喔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尋常的一張圖 你平常打天梯的話是不會遇到這張圖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那這邊印度士誕斯選擇了四木開局 那代表他要打一個非常大量的木頭開 而不是三木的20匹肉碼或是8匹肉碼的開局喔 好那算是標一個穩健型的開局打法 就是四木的話你要轉什麼都可以 要圍家也可以喔 你的木頭量比較充足一點 那這邊有少量的魚 少量的海喔 這不算海吧 應該算浮 但是他這邊還是會寫海冰魚群 就是有一個魚類可以吃 那這邊應該不會去特意來挖這個魚喔 因為在以前的版本 馬拉有個無限漁網的一個打法 以前的阿拉伯的湖是可以蓋港口 現在其實這種圖也是可以 然後無限漁網的話他就是蓋漁船 然後你就會發現馬拉在阿拉伯 欸!明明湖這麼小 港口硬蓋還是可以補魚的 非常的卑鄙 好這算是老人講古了喔 不講這個了 好我們來看DOT這邊 它怎麼唸啊 DOT 這要唸DOT還是DOT DOT DOT是醫生嘛 那應該叫唸DOT吧 DOT DOT這邊選擇兩棒出擊 唉唷!但是對手印度斯坦這邊也是選擇兩棒嗎 來看一下他這邊的草原級跟棒棒 唉唷唉唷不是兩棒阿 是四棒阿 天阿 看來這位選手也是打蠻兇的 這邊選擇挖金礦 然後來轉小弓 那這邊DOT也是選擇 要挖金礦 而且這邊出了三棒棒阿 不是現在常規看到兩棒出擊阿 現在是出到了三棒棒 但是這邊更兇 來到了五棒 這個印度斯坦怎麼 怎麼搞的阿 印度斯坦在 在黑棒棒有特別加什麼 看起來是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哇DOT看到這個畫面應該傻眼了 哇這個五棒給的壓力會很大阿 那這邊DOT趕快要繼續轉 轉棒棒嗎 唉唷棒棒還在出 兩邊棒棒都在打 我這邊來一個決戰 突然打起來 這邊一個高地打刀地 我DOT直接換掉兩隻棒棒 自己也損失兩隻棒棒 目前是二換二的一個局面 但是DOT這邊還有 喔不是 對面 印度斯坦還有三隻棒棒 但是這邊已經被追上了 第三隻棒棒有點晚來 但是這邊 印度斯坦的棒棒手被卡了一下 但是這邊DOT的數量比較多 而且現在是一個高地打地的優勢 完美 DOT第一波 目前的看似是贏了 但是 對面又再繼續補棒棒 還在補 又按了兩隻 哇這個是沒打雙上封劍時代是不是 還在按為什麼 哈哈哈哈 我很少看到這種比賽啦 就是要按棒棒 就是要尻爆你喔 好那這邊 DOT決定不跟他 DOT啦 應該要唸DOT DOT不打算跟他繼續玩了 只要挖金礦 開始圍死 這邊差一點刺頭被砍死 好危險 看一下兩邊 沒想到黑暗時代 就打到 27人口 呵呵 村民宿 27 想像不容易 這是幾乎是可以靠直層的一個狀態 但是這邊有棒棒的騷擾 所以 DOT這邊應該會很難上城堡 哇 這邊棒棒太多了 你這個修得回來嗎 哇好像極限修得回來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哎呀 這個赤猴過去想要去弄一下 結果被一個 回頭一棒 直接敲死 這邊然後再圍 再圍 這邊蓋房子會更好 但沒有關係 喔這邊又不來嗎 喔沒有 好 可是這邊DOT圖很好 這邊很好圍 這邊隨便圍都圍得起來喔 再蓋個房子 蓋房子沒關係 木牆 蓋木牆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冤兵蓋房子 黑暗時代房子是防禦是-2 好 這邊 一路是炭 瞬間 按下了 封劍十代 而且棒棒還在出 我的天 這個封劍是要打毒 希望這個中獎 來加速一下 這邊打算要繼續拆這個魔防 OK還在按還在按 棒棒吸引兩隻過去 稍微做交換 OK DOT這邊還是沒有打算要出 哇 真的插塔了 有沒有 我就說這個地方 高地地方很難守 要是他這邊插塔 就很難收了 哇還下個射箭場 怎麼辦 DOT你怎麼辦 人家出了 死一隻的 棒棒 現在要變 現在要變裝甲了 哇好快 這個血控很快 哇 血量修不回來 趕快多拉幾次 再來修 不修了嗎 直接回圍牆 原來這邊 軍是沒有 防禦力的 但牧場防禦有2 但是血量很少 有點危險 後面還插塔 道特家裡 還沒有上封劍十代 還不能點下 射箭場 而且這個塔一直在插 哇給的壓力好大 哇趕快蓋個箭塔 但是裡面有石頭可以挖嗎 裡面沒石頭 完蛋 這根塔 插下去之後 就斷石了 哇這要該不會被秒殺局了吧 看一下這個射箭 箭塔蓋好了 趕快進去射個擊發 射村民射村民 射村民嗎 但是有黃金喔 那趕快蓋一下4級 蓋4級做買賣 還是有機會的 這邊要上大石牆嗎 沒錯 上大石牆 這個不上大石牆的話 非常難守 OK大石牆上好之後 看一下 Dart這邊的 支援量 欸其實蠻充足的喔 這邊趕快下一個4級 用黃金做買賣買石頭 還是可以打的 這邊 就差一多卡 有要打算打這個10強嗎 這10強防禦是8喔 裝甲副兵打一下是一滴血 所以應該不會再繼續進攻這裡了 只是單純來拆一下房子喔 好 射箭長 雙射箭已經下了 而且兵工廠下了 一級攻也研發好了 這個小空的傷害 準備好了 看來 印度斯坦覺得賺不到什麼便宜喔 就可能要來打一下後面這個位置 趕快繞到敵人家的後面 去做一個騷擾 這邊小公走過來 唉呦 小公直接A了上來 但是這邊有劍塔防守 而且對手印度斯坦也出了小公 但是這邊 DOT已經 出了蠻多的小公了 而且連戰錄都在按囉 不錯 而且這邊我覺得 DOT已經選了一個非常文件的打法 按一下 六個村民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般玩家需要注意的細節 當你家已經被燒了成這樣的時候 你肯定是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按村民 這時候其實村民就可以多按一點 反正玩家都覺得我可能先 越按個一兩隻就好 但其實這種被 你可能要在前線超過這些士兵的時候 可以盡量提早按村民是沒有關係的 反正你也不是要生什麼村寶時代啊 生什麼村民 短期念絕對是生不上去的 找這種時候 真的就是可以多按點村民沒有關係 避免斷村 斷村比 斷村比 欸怎麼說 反正斷村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別忘了在打鬥之間 你也很難在邊操作這些士兵 然後又要再按村民 欸這個是不是要被蓋起來啊 這個被蓋起來會有點難受欸 但是這邊的裝甲士兵還是很多農田要往後蓋了嗎 哇這個真的是自習式的打法欸 好自習喔 這隻裝甲步兵還是很多欸 這邊選擇果然下個市集 然後買石頭 然後插龍塔來這邊 擋一下 但是小公走了過來 兩邊算是高地嗎 對兩邊都是高地 但是裝甲直接走了進來想要 欸 欸 哎呀 外射這個劍塔還要射裝甲步兵 把這個裝甲步兵不處理 這個工兵會不會全部砍死 完蛋 哇但是沒關係 印度斯坦這邊的兵已經送掉大半部分 裝甲剩下三隻 三隻的話應該是還行 而且這邊劍塔還在輸出 這邊戰矛直接點掉對面戰矛 戰矛也被全部送光了 哇 哇 道爾特這邊守得非常好啊 聖明樹 道爾特也只落後三村而已 我覺得這波進攻 他不算是 欸不算 欸不算太虧喔 雖然現在是落後三村 但我覺得 以這波進攻來說 印度斯坦這邊還是會小虧一點點 因為經濟量 已經明顯打出了差距喔 因為畢竟他出了太多的 太多的那個 那個 裝甲 所以導致他現在 上不了城堡時代啊 看來他經濟量 印度斯坦這邊 只有450 15 然後 道爾特這邊已經 率先按下城堡 而且快50%了 那這邊 印度斯坦選擇了買賣 想要上城 這邊可能是騷擾不到了 然後外面這座塔 在裡面在開打的時候 道爾特 居然已經 低塔 去把這座塔給拆了 哇這就是高手 趁知道對手這邊搞的時候 趕快再來這邊拆塔 用村民拆也很快喔 全集村民熱血開拆 嗚嗚嗚嗚嗚 我覺得這個全集村民 這個模組可以長期使用 我覺得這是官方出的模組裡面 最實用的模組之一啦 蠻好看的 而且全集 效果也做的動畫也蠻做的不錯的 我覺得4D5這遊戲真的蠻神奇的 明明是這款老遊戲 但是更新一直在有 而且玩家也越來越多 這是一個經典不敗的遊戲 每次玩4D5都有這種想法 好來看一下這邊 道爾特這邊一個 前壓 要來打一個城堡升級炭 在這邊印度斯坦選擇買賣上城 可能也是 不會落後太多的感覺喔 然後在這邊點下了兩隻騎士 好我們準備要穿馬就爆馬 看一下這邊TC要怎麼蓋喔 哇這邊TC都非常難受耶 看要不要蓋這裡喔 這邊TC的位置還不錯 這邊也行喔 但這個不知道可不可以下得了TC 因為這邊是不能下的 這種高滴滴是不能下TC的 這邊戰毛居然換掉這麼多奴兵喔 哇 漂亮 兩邊都上了城堡實彈 然後這邊下一座塔來做防守 OK每個地方都有塔 然後這邊率先下3TC 但是道爾特這邊是選擇了 雙修道院的一個城堡開局喔 非常有想法 但是這樣村民會落後的蠻明顯的喔 來看一下雙方村民的數量 目前還是落後山村 那這邊印度 欸不太確定這邊 國冠地獅為什麼要先出雙修道院 我覺得單修道院應該就夠了吧 不過他是要減贏技的話 或是克制對手的一個騎兵的騷擾 應該是 單修道院應該就是夠了 雙修道院我不太懂這個是什麼那一台 不過有知道的觀眾的話請麻煩留一個給我 我想要知道一下 現在的那一台的 為什麼會出到雙修道院 我不太清楚我可能不要菜 我本人只有1550分而已 雖然你最近沒有在爬 但應該最近可以爬到1600 但你最近在玩泰格 所以不要少爬分一點 好來看一下 這邊 達爾特在挖石頭 這邊村民沒有選擇回家 而是在外面選擇一個挖木頭的動作 不過我要黃金嗎 黃金比較香了 而且還是對手的 好看一下 這邊奴炮走得出來 守了一下這波騷擾 目前騷擾看起來是沒有打到太多東西 哇這個戰毛直接 遇到之後 3D放了這個生女走掉了 直接在遭響回頭遭響 但是一個戰毛飛了過來 唉唷好險 這3D的生女居然沒事啊 太屌了 好的生女 還是在找遺跡 再看一下視野 目前 道特因為 封劍黑暗都被鎖在家裡 所以外面的視野非常的黑暗 但這個視野開得蠻大的 哇這視野還不錯 然後他的 喔順便講一下柏根蒂這邊 柏根蒂這邊 柏根蒂的生女可以產生黃金和食物 所以不單只是黃金而已 所以我在想 柏根蒂雙修道院的打法 真的是為了 撿遺跡而已嗎 單純好奇喔 好像也是可以 因為畢竟雙修道院的話 這樣遺跡撿的速度夠快 那這邊有撿到遺跡的話 食物也會一直跳 那對柏根蒂的經濟來說 是非常相當好的 OK那這邊都有看到遺跡了 這邊的遺跡也看到了 但是左邊家裡這個 最靠近家裡的TC 有看到嗎 應該是蓋好就會看到了 就會有一個視野在 這邊剩下4滴血的生女 這邊在找 逃難的村民 哎呀有到 尷尬 哎呀全部送光 那這裡應該還是可以守一下 這邊 生女來撿一下 兩邊的騷擾洞已經做停止了 因為知道家裡出了 奴砲關頭 車在做防守 而且還有生綠 所以這邊都選擇一個 回家拆房子的一個動作 然後這邊想要圍起來 哎呀圍得不錯 就是這樣子 哎呀還有一直不動 走過來想要放木材 結果被攔截 然後村民 對了一下 然後村民在這裡 有點麻煩 那這個奇兵會過來嗎 但應該是沒空喔 趕快來撿遺跡比較重要 哇這邊會不會抓到嗎 哎呀這個直接走了回來 投下去 哎呀滑倒 尷尬 哇但是遺跡撿了三個囉 哇三個還是很多的 那對手印度斯坦 目前是一個都沒有撿嗎 這邊打算要來撿一個 那地圖上遺跡似乎已經撿完了 那應該博更帝就是確定就四個了 那最後第五個 水喔 印度斯坦這邊拿 來看一下這邊博更帝 食物跳的如何 欸真的欸 每秒鐘都會跳食物喔 很不錯喔 一直跳一直跳 四六八 哇一秒跳二肉 應該算一秒跳四肉 因為遊戲時間是比較快一點的 來看一下這邊 進來走 喔這裡有洞 這是故意的嗎 因為有些高屎會故意流動 然後這邊是TC 然後就可以用TC去防守 一竟就被TC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喔 看起來好像不是故意的 好像只是單純 流動而已 好 這邊下了城堡 來守這邊正面 好還有房間 那這邊選了古拉姆 古拉姆最近在印度斯坦好像蠻夯的喔 反正不是出 縱弱之類的 蠻奇怪的 欸 當然是這邊印度斯坦 3TC的關係 川米樹 領先 八村 然後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耶 哇 這不得了 看起來是要打個帝王 泰民嗎 帝王泰民的印度斯坦 我有點沒辦法想像的出來 可以打什麼比較有 潛壓性的一個能力喔 應該還是打個帝王駱駝之類的吧 也要先升重駱 然後再升帝王駱駝 沒意外的話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其實來救一下 這邊古拉姆的一個騷擾喔 古拉姆八公零防 那但是遠防有三 而血量最有屬低 還不錯一個體質 好這邊大學 下了但沒有下好 已經卡到了 這邊火車應該是秒尺喔 放著爛了 然後這邊 果然是選擇一個爆碼 這邊5 這邊馬舟有點多耶 1 2 3 4 5 6 6馬舟 7馬舟 看來是要打一波駱駝爆了 那這邊 柏根蒂 道特會看到嗎 駱駝爆的一個問題 這邊順利的把這邊的村民 全部收光了 村民宿目前是落後 8 9隻 但到這邊的時期的話 問題可能不是那麼大了 那道特也順利了 按下了帝王十大 但這邊走向 似乎是想要打馬 當然柏根蒂這邊是 有遊俠的 但是 怎麼說呢 我不覺得 柏根蒂的遊俠 是能打贏 印度斯坦的駱駝呢 這麼硬要嗎 真的在生耶 哇 難道 剛剛那三隻古拉姆 騙到了 伯根蒂嗎 但是這邊 伯根蒂不出一個黃金兵手 來做一個前方的壓制 似乎也不太好 所以這邊選擇 打騎士應該是不會想打正面 但是 很難燒得到一些東西 如果家裡有駱駝在守的話 好 再看一下這邊駱駝一個前壓 但是這邊有城堡 哇 這個要不要退一下 還沒變中落就衝了出來啊 但駱駝這個血量是真的多 哇 這個直接走到TC進來是什麼意思 哇 不給尊重啊 直接來去伯根蒂家一日遊 好 直接跟閃兵 開始要來殺村民 這邊沒有圍起來 哎呀這邊 看來這裡擠村 應該是不妙了 哇 應該這個駱駝 這個騎士直接蒸發喔 但是兩邊有點互相傷害 在這邊映入市場的駱駝非常的強 在家裡應該是騷擾不害到什麼東西 感覺快要被解光了 剩下這邊的騎士 但道德家家裡已經BBQ了 而且沒辦法做一個有效的抵抗 神夫生侶做一下防守 現在出騎士也是白給 完蛋 完蛋 那裡很慘 他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 印度斯坦家裡 防守相當的輕鬆 欸 這邊選擇了ALL IN 佛萊明明兵 就能在比賽看到這個明兵 這個是不跟丁的一個金罐啊 可以讓秀生村民生技文 佛萊明明兵喔 然後他攻擊力很高 有十二 基礎就有十二攻了 但確定就是你全部的村民 都會變成 這個佛萊明明兵 那這邊看來是要選一個ALL IN 推了 通常這個是聰明構築的時候才會按喔 他現在按下去就代表這個是要在打營運嗎 這邊營運要再回來有點困難喔 食物非常的少 這一波要是沒打死 DOT應該就有點危險了喔 那這邊 這個明兵喔 稍微講一下好了 畢竟沒有在比到屏幕喔 稍微暫停一下 好這個明兵 他可以適用攻於騎兵喔 就是一個戳戳的概念 但是他 這個戳戳的攻擊力是十二 而且顯然七十五 算是一個不錯的單位 而且他可以在 城鎮中心中研發 喔不是研發 生產 那正面的話 戳這些弱頭會非常強喔 而且這邊拆 TC速度也很快 來看這個速度 哇 一秒call一百多滴 直接 民兵暴動 看一下遠投會過來嗎 可能家裡也沒有打算要棄根喔 還再繼續出村民 想要再農回來 好這邊 村民把這個TC搓掉之後 往前搓 搓死了一些村民 哇這裡有多好隻啊 哇超過60隻啊 哇 好那一度三這邊 選擇一個真理 做一個招響 反擊一下 還是這邊有遠投 遠投是想要拆更 裡面一點嗎 哇這邊非常大量 喔 這邊出投石車嗎 唉唷 投石車被投 沒有出 喔 但是這邊印度四川轉出了火炮 所以我們會來上一下印度的金罐呢 不是火炮 火槍兵 火槍兵 金罐可以提升二射程 所以就變成 7加2射程的 射程久的火槍兵 有夠遠 但是越遠的話 火槍的精準度就越差啊 所以不一定射得到 但如果 嗯 射到的話還是蠻香的 這邊全力保護這個遠投 但是火槍兵一直在這邊騷擾 做防守 這邊要選擇一個果斷ALL IN 去打嗎 當然是這邊 沒有打所以要打 喔火槍一直在點 哇這個 點 步兵還是很痛喔火槍 火槍打步兵有外傷害的 來看一下這邊火槍 哇 這邊消耗兵幣的數量非常快 這邊直接選擇了硬上了嗎 哇 但是這邊 駱駝還是蠻硬的喔 防禦都升好了 有外傷害打起來 也沒有特別好的感覺 這個窄口 讓火槍的輸出時間 增加了很多 哇 那這一波 看來是要解掉了 沒想到這些火槍 輕輕鬆鬆 就把這些兵幣給吃掉 哇 兆特這邊 怎麼辦 雖然現在是6TC回農 但是村民術還是落後60隻 怎麼辦 這邊加速一下 這邊 唉唷 印度斯坦選擇點下金冠 看來是要來一個 雜賀 雜賀中了嗎 狙擊 直接上狙擊 7加2 有夠多 蛋 這邊被騷擾了 哇 那兜特加完全沒有可以守這個火槍 加上駱駝的攻勢喔 搓搓搓 能搓駱駝 但是又被火槍了解 哇 現在兩邊在交流 不知道在講什麼 兜特還笑了一下 兩邊都互相笑了一下 非常愉快交流的一個比賽 但是兜特加完全沒有兵力在防守 他點了化學 難道也是要點火槍嗎 不過你點火槍也不錯喔 因為有25%的火槍的傷害加成 血緣跟火槍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 印度斯坦這邊火槍有射程的優勢 看一下 應該是沒救了 這邊在騷擾 我看火槍也是很難出來 家裡工被騷擾就沒時間出來踩資源了 這邊選擇選了一些民兵要來做防守 但是正面的話 一樣被遠投 投的蠻痛苦的 這邊出了一隻寶兵 馬上清裝兵 要怎麼辦呢 怎麼辦 道特還行嗎 看村民術來到八十隻了 好像在增長的感覺 把頭子車出來 哇這個四個遠投很快 直接打掉 火槍命走了進來 準備要來開射了 看這個射程 哇很遠 哇 道特打出了GG 哇結果這個二射程 只射了一發就沒了 哇這個印度斯坦這位選手 真的很厲害喔 村民術一百三十五隻 還不錯 標準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那喜歡的話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